经过周五的巴黎恐怖袭击后 投资者们纷纷对资产进行了保护 黄金和原油价格跃升 而欧元则受到了影响下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回顾节目 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凌晨2点42分 现货黄金价格突破四连跌 上涨1%至1092.10美元每盎司 白银 薄金和靶金也增长1% 而贵金属面临着长期 以及美联储12月份加息所带来的压力 布伦特原油价格跃升2.5% 至44.65美元每盎司 法国发动空袭对叙利亚伊斯兰国所在地 上周石油库存上涨至历史最高水平 价格下跌超过8%至44美元一桶 JBC亚洲的创始人和常务董事约翰说道 地缘政治的风险将有利于油价的上升 但是当然了 可以说这样的情况最终也会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结束而消失 但是 这也就是意味着石油的未来会变得更加的糟糕 随着市场对欧洲央行可能在12月份进一步降息的预期 压力越来越大 欧元对美元下跌至6年半低点1.0710 而欧元对日元下跌至130.62 这是4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许多分析师认为 袭击事件对于经济的影响只是暂时的 股市应该在几周后就可以恢复 ISH的一位经济学家霍华德·阿彻表示 这是恐怖袭击 这真的很可怕 而经济活动往往是很有弹性的 好的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后续报道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